《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政经》,冯志正 欢迎回到坚尼地政经,我是冯志正 早几天我们说到这个学童上的收生人数开始减少,学生人口开始离开香港的时候 李家超特首回应了这件事,就说要香港人就会继续离开 不过最坏的情况就已经过去,正在构思怎样鼓励生育 不过我也是觉得李家超特首有时不知道是不是脚头不好呢 他当选的时候就会跟一间劫业的药房说生意好 谁知道他说完之后,香港的经济这几年我相信大家非常有目共睹 好,一说这个最坏情况已经过去,学童的移民潮就已经 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可以集中精力讲生育 一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加拿大在过两天就出这个救生艇Stream B的放宽计划 取消了五年的毕业期限制 只要你居留一年,工作一年就已经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这个政策出来的其实导致了一个很大的情况 就是吸引了很多香港市民准备地 又或者更多这样的机会去外流去到加拿大 今时今日香港人不只是移民去英国、台湾、美国 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地 我们看到在今年2月7号的时候 加拿大已经更新了这个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 首先就将这个开放式的工作签证 延长去到2025年 然后我们本身要在毕业之后10年内就可以申请 所以你会发觉整件事情已经在半年之前已经放宽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相信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放宽了5个月而已,立刻再放宽多一件事 就是取消了这个Stream B的学历限制 只要香港人去到加拿大工作一年 就已经可以申请永居 这条政策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少少知道 名字叫做救生艇政策,香港就这么说 英文上面其实都是一个永久居留的路径 可以让香港人去到加拿大生活 这条政策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忆犹新 为什么叫做救生艇计划呢? 你看回政府加拿大网站里面都会看到的了 这个这样的计划,正正就是因为在于2020年7月31日 又或者6月30日的时候,国安法实施 导致加拿大政府认为香港政治环境和民主环境 就是跟他想象的有少少差距 因此他就提出一个救生艇的计划 可以给一些他不认为,如果香港人认为在这里生活不了的人 就可以去加拿大那里生活 这个是一个政策原起来的 但是谁知道出来之后,发觉反应非常热烈 加上有很多香港人,就他未必是在那几个学年上毕业了 因此大家都觉得,可不可以开放一下 不单止有一个学历的要求 甚至乎可不可以让很多香港人 都多一些去加拿大,可以进行到他的工作,移居 找到他新的生活,寻找到他新的理想 这个政策推出了之后,其实得到香港市民都挺不错的欢迎 你也可以看到,一开始香港当然很多人去LTR 很早期的英国的一个生活的签证 跟着之后就出了这个BNO5加1,也都香港人非常喜欢去 但是你会发觉,随着这几年BNO5加1申请的人数 是开始逐步减少的,但随之而摘取上来的 就是加拿大这个Stream A,Stream B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去 而且去的人是有少少不同的,因为我们看到BNO5加1去的人 一般来说,其实比较多是家庭式会带过去 例如说子女要去英国生活读书 因此,爸爸妈妈申请了5加1带小朋友过去一起生活 爸爸妈妈是持有BNO的 但是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例如说在2019年 是比较积极受到运动影响,参与运动 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学生 又或者是一些年轻的在职人士 这些人其实未必可以受惠于BNO 甚至乎自己都未必得过BNO 那他会怎么办呢?很多时候他的选择 就会去加拿大Stream A,Stream B的地方 尤其是一些刚刚在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 BNO5加1又没有他份 但是Stream A,Stream B已经很足够 你会看到很多大学生都会选择去思考考虑 甚至乎已经去了加拿大生活 也解释到为什么我们现在香港年轻人是非常难请 因为这样的政策,尤其是今次放宽下 一些在加拿大的又或者在英国的一些香港人权组织 都非常之欢迎这种新的措施 尤其是他可以看到 就是当加拿大准备宣布这个放宽Stream B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Hong Kong Watch 就已经在...我不相信他们是早收三日风争取当成功的 但是他其实应该是一个一直很关注这个Stream B政策的游说组织 也都当这个政策放宽的时候 放宽之前就立刻讲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出来 因为那个资格是要涵盖不同的毕业生 而且有学历要求 如果放宽的话 就更加之受惠到更多的香港人 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会发觉 都挺好的,加拿大对香港人都不错 但是平比三四个不同的地方 你会发觉 为什么移民政策甚至乎基于一些 我们大家同样知道的理由 例如国安法、香港人权状况 为什么三四个地方 他们的移民政策截然不同呢? 举个例子 我们看到加拿大非常积极地 去推出这个救生艇的计划 甚至乎是一再放宽 去到英国 当然他自己有一个殖民地的道义责任 同样地他也有一个经济的需要 所以在LOTR之后 就开这个BNO5加1 但是其实你会发觉 他也是会觉得要做的 已经做了 所以因此那些什么政治庇护等等的地方 在英国呢 其实政治庇护是非常之困难的 就是你会觉得 因为反过来 因为他们都要同时间地 要平衡回来自非洲 中东等等地区 这些政治庇护申请者的情景 那么有些更差的例子在哪里呢? 就是你譬如台湾政府就很明显是 你看到这个移民政策 移居政策 台湾一开始是表示欢迎 你只要可能在这里定居一会就可以 接着你发觉 原来香港很多人的一些投资移民 就得到的申请就被人一拖再拖 甚至乎我们都可以看到了 一些就业的情况 就业金卡的申请 也都未能够 就是很容易顺利地做 那么刚刚呢 更加之将这个香港人去台湾 那个定居的要求更加之要延迟了 那么所以你比较起台湾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之积极 正在回应一些救生艇计划的诉求 难道因为是一些所谓的左翼国家 对于人民主人权等等的一些文明的价值 大家非常之很想要吗 难道是因为香港人很有钱 所以呢 加拿大就很想吸纳了香港人的钱吗 那么当然香港人是吸纳钱 大家都想的 那么为什么台湾不想呢 英国不想呢 难道加拿大会有什么做法 有什么措施 是令到这样的情况突然间发生呢 说到这里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应该在本质上面呢 加拿大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除了民权主、人权、自由 这些价值之外呢 其实香港人的移民呢 也都是符合了 刚刚好这几段的加拿大重要的政策 加拿大一直呢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来的 它作为一个军事上面不强的地方 因为美国差不多保佑了它所有的国防系统 但同时间地区也都不想呢 就做到一个北美洲的附庸国 那样 所以它都希望自己自立自强 成为了一个安居乐业 而且有经济发展蓬勃的国家 不过很可惜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在加拿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人口的出生率 出生率呢 对于这个加拿大的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开始我们看到六十年代 那个出生率呢 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呢 去到随着那个经济发展越来越多 又甚至乎成为了一个发达的国家 那个出生率呢 由原本的每一个女士在生三个 慢慢跌到去到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生两个 去到现在二千年代的时候 就生1.5个 近年呢 出生率就跌到1.4 那你会看到这件事呢 都是非常之大的问题来的 因为只要每一个女士生不够两个 生不够两个 那其实呢 人口呢 就会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因为 一对父母 生一对子女 那就是 两个换两个嘛 那这个就是 provided debt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生命事件 那所以这一个呢 就应该才可以做到人口的替换 那所以如果出生率长期 偏于1.4的话呢 它人口是会越来越老 而且他们那个老龄化问题会非常之严峻 那所以加拿大呢 其实是用了很多积极的方法呢 去鼓励了大家生育的措施 我相信去到加拿大的朋友仔 大家都会知道的了 加拿大的福利呢 是非常之好 很多牛奶金 和很多这样的医院费用呢 你肯生儿子 根本上政府是补贴你那样的 贴完你这个的上学的开支 再贴完你的妈妈的医疗开支 牛奶金就给你那个小朋友的基本洗费之外呢 如果你要去出街 去法国参加他们的家长日 我想有现在可能有一些 在加拿大的家长就会知道了 如果你要出席这个学校家长日呢 其实你申请到假期 那这一件事是比香港已经差很远 所以加拿大非常之渴望 非常之希望大家呢 就尽量生多些儿子 不过 好不幸地呢 在一个发达的国家来说 尤其是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大家对于子女的教育 越来越重视呢 很多时候呢 家长生一个就够了 那生多个呢 都叫猛斜鞭 那所以你看到加拿大 即使推出了多少的税务优惠 推出了多少的鼓励措施呢 他们的生育率呢 都是去到1.4 非常非常之严峻 那比起这个美国的地方呢 其实是真的差很远 美国差不多 我没记错 1.6 1.7 那虽然都是未到2的了 那但是美国来说呢 都是高过他一点 那当然啦 有些地方的出生率呢 是非常之 都很低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香港 刚才说到加拿大1.4 已经叫苦连天 香港的出生率多少呢 0.8 0.8 少过1 那所以呢 你会发觉 香港其实就是说出生率的话呢 我们的措施都做得比较慢 不过算啦 今天的题目 不是说香港 主要是说加拿大 那其实加拿大政府看到这件事呢 它知道自己呢 都真的出了事的了 首先呢 从民生角度看呢 它面对日后的老龄化的开支 会越来越大 加上加拿大是一个福利挺不错的国家 那所以你会见到呢 就是当人口减少的时候 这些福利开支呢 是需要有劳动人口去补充 去增产才可以做到 那这个第一个压力 第二个压力呢 就是经济动力 就是在一个国家的生存 不是纯粹为了生存 最重要都是为了发展 可以做好一些经济 但是说当时加拿大只有3500万的人口呢 这个这样的经济规模呢 是远不足于这么大的国土 甚至乎这么多的主要城市所挑战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见到呢 在2017年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著名的评论员 在这个Globe and Mail 其实是加拿大一发很著名的报纸 那其中一个的老总 那他应该都是其中一个编辑 那叫做Duck Sanders 就写了一本书 那本书呢 叫做Maximum Canada 那这本书呢 那这本书呢 是非常之好埋的 他第一句说法呢 就是说到 为什么3500万的人口 对于加拿大来说 绝对是不足够的 所以因此呢 他要求了 就是Maximum Canada 就是我们要将加拿大呢 就将它 化回大它 做一个更大更多的人口政策出来 那所以这本书呢 一出的时候呢 其实他做了一个很大的 就是非常大的批判 因为当时面对着加拿大 那种经济的迷茫呢 政府是有两至三套 不同的发展方针的 第一套发展方针 现在福利开始多了嘛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削减福利 削减公盈开支 削减福利系统 尽量将大政府变回小政府 但是你会发现 加拿大人是 没有可能接受这种情况 很多人想移民去加拿大 很多人去了加拿大 本身就是希望 可以享受到一个 比较社会主义的国家 社会主义的社会 保障他们的生活和退休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你要削减福利 将大政府变成小政府 这个是加拿大人 就比较难接受的了 第二个方案 既然折楼不行就开完 做不同的产业 鼓励不同的措施 希望多些不同的人 来加拿大 无论拍戏 又或者做生意 IT 电影 财经 都没问题 希望发展得很好 但是 说真的 你以为创科那么容易 香港开了个科学院 也开了个数码港 甚至乎曾几何时 我们有个名字 叫做数码港 不是 叫做中若港 都没人记得 中若港 有没有成绩出来 这些由政府去推动的经济政策 所谓的pick the winner 选择哪个赢家 其实在一个政府的机构来说 是不容易达成的 因为政府是不容易 去选择到一个赢的板块 说真的 十年前 你怎会知道 我们今天赢的板块是AI 怎知道 曾几何时我们爆过一个小羊春 叫做元宇宙 现在未来可能还有什么神经与人脑接触 究竟这些十万的科技 哪一个才是赢家 你又不知道 他又不知道 政府有多少人都未必知道 所以因此 大家去研判这些路径的时候 无论削减福利 增加这个资源 都不能够走出这个加拿大经济的困境 直到Duck Sanders 他就写了这本书 他说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加拿大的经济问题 并不是开源折留的问题 而是人口政策问题 所以他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 Maximum Canada 大家已经觉得非常之兴奋 看到出来觉得有少少希望 既然卖得这么好的时候 再加印一版 再出了新版 这个新版 我没记错在Penguin那边出的 Maximum Canada 更加改了一个枯题 叫做 Towards a country with 100 million population 100 population 100 million 的意思是什么 1亿人口 1亿人口 他说当时是3500万人口 要晋升到1亿人口的国家 非常之兴奋 这个这样的说法 真的给了一个数据出来 既然现在加拿大问题 是我们市场不够庞大 市场不够庞大 就是人口不够多 很简单 加大人口就可以了 Duck Sanders这本书 很迈到的情况 不单止是inspire了很多人 甚至乎去到11年的时候 他自己都添食 他自己又出多一本书 在整个社会底下再一次发酵一个讨论 就叫做arrival city How the largest migration in history is reshaping our world 就说在一个人口政策里面 他选了几个很出名的城市 刚才说3500万人口 变成1亿人口 难道靠生出来吗 生出来刚才那个出生率1.4 你生到2生到3 你都未必追到1亿人口 但是真正的人口政策解决方法是什么 arrival city 一个移民政策 其实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选了几个城市 去到作为这个 就是人口和经济奇迹的对比 一个就是伊斯坦堡 多伦多 华沙 蒙拜 孟迈 跟着 奈罗比 深圳 说了这10个独特的城市的经验 就告诉大家 有一些城市发达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有移民 有移民外来政策进来 这件事就已经水到渠成 基本上就会看到 一切一切这些情况 可以增长得很好 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想法 开始有个承认 加上加拿大得天独厚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加拿大一个多元种族的政策 就是他不会想着 就是说我进了其他外来人口来 会不会导致我们的民族 文化会薄弱了 那加拿大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吸纳移民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 就已经有少少一些苗头 觉得为这个方向 人口政策可以走出去 好了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作家之言 就是什么时候会变成政策 什么时候会成为今天的局势 不如我们回来 听听艾伦莫经理和我们 带来的服务和广告 之后我们继续 为什么忠于艺术需要扶上生命的代价 香港剧团劉伯之间即将声演 伊朗著名戏剧《片刻直正》 用广东话带领大家走入神秘 而又熟悉的伊朗世界 探索自由和快乐之间的关系 《二乡港鞋》 《愿归来刑事少年》 《三十个移民家庭的教养力险记》 是2019移民朝后 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 由《希望学暖心》出版 《堅尼地球》频道已突破了三十万订阅 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 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 集中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力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 社福活动 任何慈善活动想透过我们宣传 也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好,广告回来继续《堅尼地政经》 今天我们谈到刚才的关于人口政策 德杉格斯已经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认为加拿大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开源折留的问题 而是一个人口政策的问题 他见到人口只要上涨 加拿大有很多政策都水到渠成 但是无论说到天花浓缝也好 这两本只不过是一本的长销书 而且Sanders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 和一个专栏的媒体人为主 这件事不能够带领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文件 直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这个社会风气讨论了关于人口政策 成为了智慧两方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突然间有两个人走出来 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一个就是鲍达文 我想大家都会很认识 因为他曾经何时做过加拿大驻华大使 就是Dominic Barton 鲍达文 也和他的一个朋友叫做Mark Weissman 就成立了一间公司的一个智库的组织 现在已经改了名字了 当时这两位很重要的人兴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两个不单只是一个专栏的作家 他有写个文件 不过主要呢 就不是写给大家看的 因为你看 Mark Weissman 就是这个Blackstone 不是 应该是Black Rock 就是这个贝德来 还是贝来德 投资公司的高层 甚至乎呢 他是在这个加拿大的pension 那个border 是领导过去投资这个加拿大的pension fund 是怎么做的 所以Mark Weissman 已经是一个非常劲的投资者 他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拿大人 因为在这些国际投资公司里面 做了这个高层 而这个鲍达文也更加厉害 他除了做过投资经验之外 他主要的公职就是McKinsey 就是在一间全球最出名的顾问公司里面 做过老板 做过领导的partner 加上他自己也有外交的经验 他也在政府里面参与过 所以这两个重磅人物 在这个加拿大 所谓的加拿大精英圈 突然间就组成一个联盟 就是叫做Loreal Project Foundation 这个Foundation 就是鼓励了一个加拿大的经济未来设施 当时已经将这个移民政策 放在这个Foundation的主要政策里面 这两位人兄加起来的时候 当然不单止他们两个 也适逢杜鲁多上台 很有趣的 因为包达文 其实他曾经服务过差不多两党政府 都和他有非常亲厚的关系 也都是一个政府里面 都是很多公职 很多appointment 很多经济政策 都是找包达文去了解一下 所以当杜鲁多上台之后 就很快就成立了一个 叫做Advisory Council on Economic Growth 因为大家看到 那个经济樽颈已经在了 最简单如何解决这件事呢 最好的政府方法 首先成立专家团队 专家团队领军的人 正正就是包达文 包达文领军的时候 立刻出了一年四五份报告 这份报告 其中一开始 就已经放了移民政策 尤其是2016年的第一份报告 attracting the talent calendar needs through immigration 根本上就是和大家说 如果我们要经济发展 其中一个最大的措施 就是移民政策 这个时候是什么 2016年 2016年 我们刚刚才完了散文 然后这里还在搞鱼蛋 2016年的10月 鱼蛋刚刚完了 2019年都还没发生 加拿大政府已经和大家说 第一份的经济报告 就是说移民政策的重点 那在里面说到 就是说 一开始就说 每年要吸纳大概45万名的移民 而且在未来五年都要吸纳这么多的人 那加上呢 就是吸纳这45万的人之外 也都要最好 就是top talent过来 而且是一些国际学生 年轻人过来 也都可以有永久居留券 那加上呢 它自己呢 是要有一些所谓 accreditation的方法呢 就更多不同的职业 未来的职业 可以up skills 都可以放在这里 那你会发觉呢 这个政策呢 是非常之aggressive的 讲的每年要拿45万的移民的时候呢 并不单止是要申请 我要一些高财通过来 如果我们讲高财通 那就是第二个条 facility entry for top talent 最好的人才来到加拿大 但是 根据这个包达文的政策 也都根据一开始 刚才说standard那本书呢 加拿大呢 不只要top talent 我要人口 基本上你是人 过了某个standard 我们都想你过来 无论你是否high talent 还是不是那么高的 只是一个skills labor 但是top talent 当然最好 但是skills labor 我们都要 所以你会发觉 这个人口政策 无论高财 又或者是学生 毕业生呢 都是fall into 这个2016年 讲的差不多2016年 就是很多年前 七年前这份报告 加拿大政府已经摆了下去 那甚至乎呢 就将它成为了 finalized的报告 那当然 就是包达文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他去了中国 做了加拿大的驻华大使 那也都呢 就是中间是发生了这个 这个孟晚舟 和这个营救 两个Michael的事件 那都是来自包达文的处理 那但是呢 这个人呢 其实都非常的controversial 因为尤其是呢 他自己 在McKinsey的工作下呢 也都拿了很多政府的订单 在对华工作上面呢 也都讲到呢 其实包达文和这个中共政府 是非常之亲密 就是其实他们都 大家都是做开生意 可能 所以大家呢 讲到包达文的时候呢 你这几年你就会听到 又爱又恨的 你知道包达文是一个非常之厉害 很有巧的经济人 很多一些加拿大的精英圈都说呢 加拿大需要多些包达文 多些这些人呢 加拿大的经济才会发生得好 那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你又觉得他呢 真是聰明了 得闲无事 就会传出一些 关于中共和他的消息 觉得他不是那么忠于加拿大 但是呢 有时候呢 就说 为什么这个麦坚士 拿到这么多的交易呢 是不是因为 他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呢 不单止他和加拿大政府 拿到很多交易呢 麦坚士呢 其实在中国里面 都拿到很多交易呢 其实那时候他就在做交易 那你会发觉 他是不是在领导这个麦坚士的时候 和中国非常之多 就是勾结啊 等等的情况 那这些scandal的情况下呢 那你都会见到 哇 这个这样的包达文呢 都真是叹叹的 同一时间呢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但无论怎样都好 那这个叫做Foundation呢 都真是达成了他的任务 那今时今日呢 这个Foundation呢 就已经重新转了一个新的名字 那个名字呢 就叫做Century Initiative 就是一个千年计划 一个世纪计划 一个世纪计划 加拿大世纪计划 那在这个董事局里面呢 就包达文就stepped down了 不过Weiss 就是另外他的朋友 就是他的一个partner呢 Weissman呢 还在那儿 那Weissman呢 和现在新的一些 整个领导班子呢 就做了一个新的lobbing的组织 就是这个世纪计划 而这个世纪计划呢 打正其好 本身在过往的project 情况下呢 就是过往的Foundation呢 除了人口政策 都还有其他不同的经济措施呢 都是这个lobbing的组织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 转了新名了 加拿大世纪计划 只有一条政策 一条政策 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需要多些人 We need a bigger stronger calendar 那bigger的意思呢 的确真的在说人口政策 怎样可以呢 就将加拿大的人口 推到一亿 一亿的population 不单是说出来的 也都会给一些 整个所谓的路线图 大家看 那当时呢 你会看到在加拿大 就是现在的生育率 我计算1.5 1.6 这个这样的计算也好 他就会计算每年 究竟我们需要多少的外来移民 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亿关的整体人口 所以你会看到 他在2020-2030的十年 大概他吸纳的移民 就是需要45万左右 下十年他吸纳的移民 是要去到五十多万 后十年六十多万 七十多万 八百八十多万 用这个方法 去尽量加速地 吸纳他们的移民 就可以在2010年 对不起 是二千零一百年左右 加拿大的人口 就可以去到一亿 就是用这个方法 大概八十年时间 将四千万多人口的城市 推到变了一亿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这间公司 和这个advocacy 的确是有这个远大的理想 但是可不可以说这个远大的理想 就像香港公司的顾问报告 又或者香港的专家报告 就是无论周教授做了多少的 关于一些退休报告 根本上都没有来到周教授 基本上林郑自己有一个退休计划 然后又找黄远辉教授出来 就说一下土地的计划 怎样可以增加土地供应 又是未等黄主席 出他的份报告的时候 就已经说明日大月 很多这些专家报告 在香港 就不是很好用的 不过 这里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地方 就在于专家讲完 写了报告 政府吸纳了之后 它会成为一条新的政策 是否跟它完全相反 是否跟它完全一样呢 虽不中亦不愿疑 差不多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在加拿大 就已经有一个新的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已经说明 长远未来的那个吸纳人才 怎样的人口政策 变成一个移民政策 吸纳多少人 已经写了在加拿大的网页上面 加上政府的部门 叫做IRCC 即是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这个组织 在政府的部门下 已经长远勾画了 究竟如果我们要 46万移民 48万移民 大概分布 多少属于经济移民 衣亲难民 还是人道主义 从来都会放在这里 基本上 虽然包达民他们 所谓的世纪计划 不再在政府的报告里面 成为了他们的advisory group 但是 他们真真正正 落实了这个 非常大的移民计划 你也可以看到 在2002年 即是去年的时候 加拿大是有一个 所谓的最大最大的 很好的移民政策 这个移民政策 带来一个极大的人口的升幅 可以看到 上年加拿大 有2.7%人口的增长 是1957年以来最大的人口增长 而且人口已经突破了4千万 所以你看到 这个政策 其实是正在走到那个方向 那你也会了解到 为什么 Stream A Stream B 其实加拿大政府这么快放宽 因为根本上 加拿大就是要人 加拿大要人 香港又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人 那就对了 既然你们不要 加拿大就要多些 所以这个政策 才应运而生 所以Stream B 的计划 你会发觉 为什么全世界在推荐一些救生艇计划 无论英国的救生艇 美国的救生艇 澳洲的救生艇 只有加拿大救生艇计划 是做一个这么容易的推荐 这么容易做到枪 整个人都落实了 因为这件事 和它的经济政策是不貌而合 不如说到这里 我们也要提一提 其实还有一个暗藏的国家 我们稳定要讲一讲 就是日本 它都在放松它的移民政策 所以除了美国的一般的 可能高端的移民 英国的BNO 5加1 加拿大根本上 就和大家在抢人才 回到最后 我也想问回最后一句 究竟李家超特首说 香港人会继续离开 但是最坏时间 是不是已经过了呢 明天回到来 堅尼地正经继续 中文字幕提供